各位听众朋友们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。 故事里的这一家人,是我同宗不同族的爷爷一家。 这位爷爷在他们家族中排行老三,所以我一直称他为三爷爷。 在我的童年时光里,三爷爷这一家人那可是充满了谜团。 有些事,随着岁月的流逝,渐渐不再是秘密,可还有些秘密呢,至今都未能解开,也只好随着万事万物的肖长兴衰,随风而去楼。 三爷爷的家和我家在一个胡同里,这胡同本身就狭长幽深,三爷爷的家在胡同的最后面。 他家那是一扇黑区区的脚门,整天门栓紧闭,大白天看着都让人觉得渗得慌,心里直发毛。 在农村啊,老百姓居家过日子,谁家也不会挂上无事牌,总有麻烦别人家的时候。 小时候,我最怕的就是父母指示他到三爷爷家里借东西。 为啥呢?就因为这一家人太特殊了,就像被一个神秘的大王笼罩着一样,让人觉得怪异。 最让人害怕,也最让村人们感到迷一样的,就是三奶奶。 在我的印象中啊,三奶奶整年都是一副不言不孝,目无表情,冷漠掉脸的苦相。 那平常人少见的一对黄眼珠,直愣愣地瞪着,让人看了心里直发慌。 据老人们说,三奶奶是放婴,失败流落在三爷爷家的。 这放婴,那是地方放眼,就是女人以作别人家老婆为幌子,骗取男方钱财后,在寻机偷偷跑掉。 那一年,天灾人祸不断,逃荒的人遍地都是。 有一天,三奶奶和一个年轻的男人要饭来到了我们村。 那个年轻男人对村里的人们说,他们是亲兄妹两个,父母双亡,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,想在我们当地为他妹妹找个好人家嫁了。 村人们想起三爷爷老大不小的还未娶媳妇,就你家一斗,他家半生的,帮三爷爷家凑齐了两百斤高粮,然后折算成钱交给了那个年轻男人,留下了他的妹妹给三爷爷做媳妇。 也就是后来的三奶奶。 这是过了不长时间,有一天下午,三奶奶的哥哥带着一个男孩来到了三爷爷家,说是来看妹妹。 那个男孩长得和三奶奶就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,尤其是那一对黄眼猪,咕噜噜乱转,简直和三奶奶一模一样。 三爷爷家族中有一个大家都称呼他大爷爷的长辈,看出了其中的蹊跷。 背地里拽过三爷爷说,这个男的和你媳妇肯定是真正的两口子,他们早先是来放鹰的。 看样子今天晚上,他们想离鹰外河趁机逃跑。 三爷爷着急地问,那怎么办呢? 大爷爷凑到三爷爷耳边,如此这般说了几句话,三爷爷无奈地点了点头。 天一擦黑,村里的围池会长领着鬼子炮楼上的两个伪军来了。 这两个伪军进门就像三奶奶的,哥哥,要,梁明正。 三奶奶的,哥哥,吓得慌慌张张打不上来。 两个伪军便说三奶奶的,哥哥,是,八路,带着人就要走。 三爷爷刚想上前阻拦,被两个伪军狠狠地倒了两枪拖子,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伪军把三奶奶的,哥哥和孩子带走了。 三爷爷一家,一宿没睡啊。 第二天一大早,围池会长跑来说,三奶奶的,哥哥和那个男孩被鬼子送到城里的宪冰队, 荡夜就被枪毙,尸首被狼狗撕咬着吃了。 三奶奶一听,顿时昏厥过去,三天都没有下抗。 长大后,我听村里的老人们说, 真实情况是那个大爷爷通过村里的围池会长,找到炮楼上干伪军的熟人, 把三奶奶的,哥哥,带到村外以后,倒了他几枪拖子,又狠狠地踹了两脚。 然后说,滚得远远的,永远不能再到这个地方来,下次再见到你就要你的命。 吓得三奶奶的,哥哥,带着那个孩子连滚带爬地赶紧走了。 后来啊,三奶奶和三爷爷陆陆续续生了孙儿,两女。 三爷爷看着三奶奶真正地踏下心来过日子了,慢慢地也就放了心。 只是,三奶奶每到清明和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时候, 就会到村头的路口去烧纸坟箱。 一家人也默契地从来不闻不问。 就这样,三奶奶成为了我们村里一个神秘的人。 人们不知道她来自何方,兴盛名水,以前干过什么。 有好奇的人想问,却不敢问,也不能问。 害怕撕开三奶奶那已经闭合的伤痕。 如果说三奶奶的身份是一个谜, 那么三爷爷的行为就又是一个谜。 三爷爷平日里话不多,也不像是爱贤百爱逞能的人。 可是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却像极了小品,有事您说话,离得主人公锅子。 锅子打肿脸充胖子给人逃梦紧俏的火车卧铺票。 三爷爷是整天给别人买便宜东西。 大吉上的扫帚三块钱一把,他非说自己买的才花两块。 四块钱一把的铁鲜,他说只花了三块。 不同的是,小品里面的锅子是整天把,有事您说话,挂在嘴上。 但三爷爷这个人从来不自吹自擂。 你托他买东西,他一准买的比你自己买回来的便宜。 你不找他,他也不人前人后地吹牛。 如果谁找到他,让他赶急的时候给烧点东西回来。 三爷爷也就是憨憨一笑,把钱装进口袋,不再多说一句话。 一开始的时候,人们以为三爷爷真的有什么特殊渠道,能买到便宜东西,或者是特别地会砍价。 直到人们暗地里发现,同在一个摊位上买东西,别人已经把价格砍到低的不能再低的时候, 三爷爷买回来的东西,价格还能更低。 人们就怀疑,三爷爷可能是故意把购买价格说得低一点,以此来满足那点可怜的虚荣心。 背地里人们言语,三爷爷是个二百五。 从此以后,那些善良的人们不再忍心让三爷爷烧东西回来。 但是,有个别不怀好意的人还是会逗弄他。 三哥,你今天去赶集吗?给烧点烟液来吧,你买能见点,我们不会买啊。 说话的人边说边朝别人挤鼻子弄烟,三爷爷照样憨憨一笑,答应下来。 碰到这种情况,别人即便想说什么,话到嘴边也只能无奈地咽了下去。 后来,人们对三爷爷自己倒贴前给别人买便宜东西都见怪不怪了。 但大家纳闷的是,在人们发现三爷爷的秘密之前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, 三爷爷哪里来的钱去给别人倒贴呢? 我们那里附近三个集市,几乎平均隔一天就是一个集。 即使三爷爷不是逢集必赶,这一个月下来这个集倒贴一块,那个集搭上八角的,总共也得倒贴近五六块钱。 那个年代,对于装户人家来说,五元面额的纸币就是大票了。 三爷爷有何得,何能弄这么些钱去给别人倒贴呢? 三爷爷既没买卖又无生意,除了倒腾那几粒粮食,就没有来钱的地方。 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? 你说他是偷的吧,没见过他挨打。 你说他是奢的吧,没见过他借贷。 人们眼见的事实是,三爷爷在世的时候,他家的日子就没见好过。 这件事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谜,并且始终没有解开,一直伴随到三爷爷去世,永远地尘封于世间了。 三爷爷和三奶奶只有一个儿子,小名叫常友,我们一直叫他常友叔。 常友叔特别聪明,但是性格内向,整天宅在家里不出门。 在农村,人们喜欢串门拉姑,互相交流。 如果谁家整天关着门不和别人来往,就会众口异词地嘲讽这家人,门上紧,或者说是关上大门朝天过。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就是,既没见过常友叔拜过师,也没见他学过图,常友叔那个怪脑瓜怎么懂得那么些东西。 常友叔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,又同时精通瓦工,既会古岛电路,也会修车缝纫。 这世间万物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,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。 印象中,常友叔就像明朝的天启皇帝朱游孝那样。 只要是夏天挂了厨,秋后种上麦,常友叔就整天宅在家里,又刮又刨,又凿又钻。 常友叔虽然没拜过师,但是他做出来的桌椅板凳,笋卯严丝合缝,样式新颖独特,拿到即市上,以首即空。 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们村有个能功巧手的编木匠。 常友叔虽然心灵手巧,但是他脾气不好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直男。 乡亲们说,常友的话就像是把锥子挠得你呲牙咧嘴。 所以,没有啥非求到他门下的事,一般人都不愿意和他搭话。 过去生活困难时期,老百姓如果谁家里修房盖屋,左邻右舍和乡里乡亲都会过来凑一把手。 有手艺的操刀掉线,空有力气的搬砖活泥。 这种帮忙谁也不要工钱,主人家只需管茶管饭,条件好点的人家还会准备韭菜。 但是,那些人缘不好的人,莫说是大家主动去帮忙,就是挨家挨户去请,别人也不愿意去。 往往找个理由推投过去,我们村就有这样一户人家,论家庭条件还算是相当过得去的。 但是,这一家人品不咋地,有啥好吃好喝的,一家人关上门自己享受,给他家受累干活的,反而连点腥味也别想闻到。 有一年,这家人盖房的材料全被好了,电机的鞭炮也放过了。 但是,就是不见有人来主动帮工。 这家主人连着跑了好几家,不是这个推脱地里忙,就是那个说身体不舒服。 急得他嘴上起了一串撩泡。 问到常有叔那儿的时候,常有叔闷声闷气地说,我自己也给你盖不起房子来啊。 那家主人说,你先自己干着,我已经问了几个人,等他们忙过这几天,帮忙的就都上来了。 常有叔说,过了这几天,那些人也不会来。 那人问,为啥? 常有叔回答道,大家都嫌你家死扣,饭菜伺候得太差。 一句话弄得那家主人一个大红脸,连忙说,这次不会了,这次不会了,咱见好酒好茶喝,大鱼大肉赏。 事后大家调侃说,这家人几十年的铁公鸡,让常有一句话给治了。 因为我住在省城,老家也没有什么亲门尽知,已有十多年没回故乡了。 上个周末,常有叔的儿子邀我回去参加他孩子的婚礼。 说起来,他们也是发小,内心里由衷地为他高兴。 于是我夫妻俩结伴重游了一次故乡。 常有叔家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。 邻居的二层小楼设计典雅,室内家店一应俱全,完全不输城里人的生活。 村里的人们说,常有叔的孙子是大学生,儿子儿媳在外打工,一年能挣个十来万。 一家人团结和睦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 他们家现在是人人羡慕的,文明之家。 回家后,我和父亲说起这些,父亲感慨道,过去,你三奶奶是个放音,打。 你三爷爷,大家都说她是个二百五,你常有叔是个憋求,憋求放眼。 只一个人性格内向,不爱交流,喜欢独处,谁能瞧得起他那一家子,真是天翻地覆了。 是啊,人创造时代,同样时代也能造就人。 荀子说,居必择乡,游必救世,但是,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造化使人,三爷爷一家即便择乡,或者救世,也难以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吧。 白善隐奇案。 清朝乾隆年间,在山东济南府,有个叫郭望的人。 郭望颇有才情,只可惜家中落魄,无法求取功名,只能靠给人打短工来维持一家生计。 郭望家中有母亲,如花似玉的妻子,以及未出嫁的妹妹小林。 这一日,郭望的小兄弟刘德丽欢天喜地地来到郭望家报喜。 原来,刘德丽参加乡事,中了秀才。 可郭望不在家,家中只有妹妹小林一人。 刘德丽说明来意后,郭望远转身离开,突然,从屋里猛地窜出一条大黄狗。 那黄狗速度极快,一下子咬住刘德丽的衣襟。 刘德丽吓得惊慌失措,连踢带打,最后落荒而逃,慌乱之中,一把白鳞扇掉落在地。 小林急忙呼喊,刘公子,你的扇子。 刘公子,你的扇子。 然而,刘德丽哪里听得见,气呼呼地跑出了大门。 小林无奈,回来后把扇子扔到了墨盘上,便进了里屋。 这时,郭望的妻子从外边回来,瞧见墨盘上的扇子,上面还有刘德丽的大名。 他心中一动,忙把扇子藏了起来。 等郭望回来后,他开始吓舌说道, 这些天你不在家,咱娘也不在。 可小林在家竟招了野男人了,空口无凭,这就是证据,你看他是谁吧。 说完,他把扇子拿出来,放到丈夫面前。 郭望瞅了瞅扇子,这不是自己的好兄弟刘德丽的扇子吗? 他嘴上虽没说什么,但心里却十分别扭,从此天天闷闷不乐。 那郭望的媳妇为何要如此对待小林呢? 原来,这媳妇自己在家招了野男人,不巧被妹妹小林看见。 他便想杀人灭口,以绝后患。 于是,他想出一条毒计,他把猫崽子扒了皮,那血淋淋的模样甚是吓人,用一块布包好。 等郭望回来,他对郭望说,这是你妹妹打下的胎儿,你看看吧。 我好不容易帮她买药,才把胎儿打下来。 郭望一看,气得火冒三丈。 对媳妇说,家丑不可外扬,咱娘不在家,这两天就能回来。 你要装出什么事,也没有发生,我再想办法。 不能让她在家丢人现眼,犹汝门风。 当晚,郭望喝了一瓶酒。 这时妹妹和媳妇都已睡下,她借着酒瓶,把妹妹拽起来, 把绳子套在妹妹的脖子上,就往梁朵上吊。 妹妹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,哭着问哥哥, 我犯了什么错,你对我下此毒手,你能不能叫我死个明白? 郭望怒喝道,你还有脸吗? 你把孩子都打下来了,你把咱家祖宗的脸都丢见了,我没有呀。 是谁这么缺德诬陷我? 不管妹妹怎么解释,郭望就是不听。 一狠心,她把妹妹吊在了梁垛上,然后回来继续喝酒。 她家的大黄狗趁着郭望进屋的功夫,窜到梁垛上,咬到了绳子。 小林被摔了下来,不一会儿,小林苏醒了。 大黄狗咬住她的衣巾,往外拖。 她也不敢滋生,只好跟着黄狗漫无目的地走。 走出七八里地,来到一个大户人家门前停住。 黄狗在她家门前狂吠不止。 这家人被狗叫声惊醒,刘德莉出门一看,门外之人竟是郭望的妹妹。 盲问,你怎么来了? 有什么事吗? 没等回答,小林眼泪先掉了下来,哽咽着说。 那天你走后,白灵山掉在地上,我喊你,你没听到。 我捡起来,把它放到墨盘上。 谁知俺嫂子对俺哥说,我招了野男人,有了孩子,把我掉在梁垛上。 俺家西屋墙倒了,他顺着墙蹿到梁垛上, 咬断绳子,又拽我来到你家。 你说,我该怎么办? 刘德莉盲说,你先在俺家吃点饭,咱们慢慢再做打算。 再说郭望的媳妇,早起做饭时,发现小姑没了,盲喊, 郭望,你妹妹没了,让野男人给拐跑了。 郭望还没醒酒,听媳妇这么一说,忙跑到妹妹的屋里查看。 屋里空空如也,她突然想起来自己昨晚把妹妹吊在梁垛上。 看见地上的绳子断了,知道妹妹被人救走。 她想要去报关,走到大门口,却发现母亲直停停地倒在血泊之中。 她急忙报了关,说刘德莉拐走了妹妹,被母亲撞见, 于是杀人灭口,这有擅自为证。 知县一听发生了人命案子,忙带上衙役,先来到杀人现场进行勘查。 勘查完了,派人去刘德莉家捉拿她归案。 等衙役赶到刘德莉家时,发现她已经潜逃。 衙役空手而回,知县立即派人画影图形, 把两人的图形张贴到大街小巷,港口和码头。 那刘德莉怎么会逃跑呢? 原来官府有个庚夫是刘德莉的亲戚。 他听说是人命案子,仔细打听,知道杀人嫌犯是刘德莉, 急忙借了一匹马去刘家报姓,让刘公子快逃。 刘公子说,我没杀人为什么要逃? 庚夫告诉他,知县是个糊涂官。 你还是躲一躲吧。 听说这几天八府巡案罗大人要下来暗访, 你何不拦叫喊冤? 罗大人自有公断。 刘德莉带着郭望的妹妹,给她换上男人装, 两人匆匆上路,一路打听,历尽千辛万苦, 终于找到罗大人。 把自己如何被冤枉成杀人嫌犯的经过, 一五一时跟罗大人学了一遍。 罗大人把刘德莉和小林安排好, 领人来到郭家调查, 并来到杀人现场勘查。 从地上捡到一枚钮扣揣在兜里, 又到附近了解她妹妹的为人。 大家一致称赞她。 大门不出, 二门不进, 是个良家妇女。 都说她嫂子不守规矩, 既跟张三又跟李四, 及不守妇道。 罗大人调查完往前走, 发现前边的大沟里射出一道白光, 她马上派牙蚁进大沟查询。 不一会儿, 牙蚁从大沟里上来, 左手拿着杀猪刀, 右手拿着猪头。 罗大人断定, 这把刀肯定是凶手杀人后扔掉的。 那么猪头又是怎么回事呢?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寻找刀的主人和猪头的来历。 他们发动群众认刀, 好几个人都说是王屠夫的刀。 他们又开始调查谁家最近杀过猪或者卖过猪。 大家都说猪都卖给了王屠夫。 看来王屠夫的嫌疑最大, 马上缉拿王屠夫。 王屠夫被带到临时设的大堂上, 他百般抵赖。 罗大人问他, 你的杀猪刀呢? 前些日子丢了, 不知被谁偷去了。 猪头又是怎么回事? 我卖了, 卖给谁我记不得了。 你衣服上的纽扣, 为什么会在杀人现场? 你还有何话可说? 王屠夫低下了头, 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。 罗大人命人把王屠夫绑了起来, 并让刘德丽、 小林跟随他们一起到县衙。 罗大人问县官, 郭老太太被杀一案是否有进展? 知县戏丑是八府寻案。 盲贵下说, 不知寻案大人驾到, 有失远迎。 你起来吧, 杀害郭老太太的凶手, 抓到了吗? 还没有, 我们已经话影徒刑, 罪犯难逃法网, 很快就会归案。 我看见两个刑迹可疑的人, 跟通缉上的逃犯很相像, 于是把他俩抓起来, 现在人犯就在堂外, 请审吧。 代刘德丽, 郭小林, 堂下之人可是刘德丽, 郭小林, 小民正是刘德丽, 名女正是郭小林。 好你个刘德丽, 拐走郭小林, 被他母亲看见, 于是杀人灭口, 证据确凿, 罪不容诛。 大人, 我冤枉呀, 大胆的刁民, 还想抵赖, 你拐走郭家, 你被他母亲撞见, 于是你杀死了老太太, 你还是从事招来, 免得皮肉受苦。 大老爷, 我冤枉呀, 来人呐, 大行伺候, 看你们还喊不喊冤枉, 这时罗大人一招手, 慢, 我要看看杀人的凶器在哪。 这是下一步, 一用大行, 他们就会把杀人的凶器招出来, 你这是草菅人命, 你先退到一旁, 我来替你审理这桩案子, 刘德丽, 郭小林, 姨俩先退到一旁, 带王屠夫上堂, 这里是大堂, 你快把杀人的经过从事招来。 那晚, 我拎着猪头去会国事, 我俩相好多年, 不巧, 我刚进他家大门, 谁知他婆婆从娘家回来, 寻死我是小偷, 抱住我的腰, 就喊抓小偷。 被逼无奈, 我扔下猪头, 从腰里拔出尖刀, 一刀要了老太太的命, 我捡起了猪头, 拿着尖刀, 把它扔在不远处的大沟里, 我衣服上的纽扣, 是老太太拖我腰匙弄掉的, 是该死的纽扣害了我, 我伏法, 我认罪, 真相大白后, 罗大人猛拍金堂木, 大喝一声, 来人哪, 摘去知县的顶带, 虚直未明, 糊涂断案, 险些误杀无辜, 王屠夫罪大恶极, 处以急刑, 郭氏不守父道, 搬弄是非, 陷害小姑, 重则四十大板, 郭望偏听偏信, 伤人害命, 则打二十大板, 以警校游, 刘德丽, 郭晓玲无罪释放, 这个白灵扇牵线搭桥, 她是你俩经历了这么些磨难, 你俩一个郎才, 一个女貌, 如愿意, 本官愿为你们做美, 则即日完婚, 其他人等不得干涉, 退堂, 两人谢过罗大人, 双双退出了县衙, 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笑容, 刘老汉的秘密, 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, 阳光洒在大地上, 处处洋溢着一排生机勃勃的春光, 那景致甚是惹人喜爱, 村子里一片祥和安宁, 家家户户吃完午饭, 正准备午休, 然而, 就在这时, 一阵喊叫声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, 原来, 又是刘老汉在追打他的二儿子, 刘老汉有两个儿子, 老大勤恳本分, 让人称赞, 老二却不务正业, 尤其爱好赌博, 实在是让人头疼, 刘老汉对这个不成器的二儿子, 那是恨铁不成钢啊, 经常满村子追着他打, 村子里的人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了, 但这一次, 二儿子嘴里喊的话, 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兴趣, 只听见刘老汉的二儿子大喊着, 说刘老汉在某某年某某月, 杀害了一位小货狼, 还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什么什么地方, 刘福一直和刘老汉家有矛盾, 早就在四季报复, 听到二儿子这么大喊, 刘福心里觉得奇怪, 这儿子为何要栽赃自己的老子杀人呢? 不过, 刘福静下心来一想, 几年前确实有个从汝州来的货狼, 和刘老汉家混得很熟, 那个货狼后来突然消失不见, 刘福还以为他因为有急事回了老家呢? 这么多年再未见到, 刘福也没往别的地方想, 只是听二儿子这么一喊, 他倒是觉得货狼被刘老汉所杀, 却有可能, 刘福私来想去, 最终决定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, 后来, 县令接了这个案子, 把刘老汉父子抓到了官府, 可是开堂审问的时候, 刘老汉父子都不承认自己杀了人, 这时, 刘福说话了, 那天你在村子里一边跑一边喊, 口口声声说你老爹杀了人, 难道你忘了? 刘老汉的二儿子听了, 只是低头不吭声, 后来县令动用了刑具, 刘老汉父子依旧没有招任, 这个案子就这么停滞了下来, 既然刘老汉父子不承认, 那到底有没有货狼这么个人呢? 为了防止冤案发生, 县令就派人去汝州探访, 看看是否有这么一个货狼, 后来失踪了, 没想到还真就打听到了, 这时, 县令有了八成把握, 觉得货狼很可能被刘老汉杀害了, 后来县令又把刘老汉的女儿传唤过来, 将其和父亲, 二哥关在了一起, 县令把三人关在了一起, 然后把二儿子调了起来, 还安排人偷听他们说话, 到了半夜时分, 二儿子被调得累坏了, 全身疼痛难忍, 于是他开始抱怨起来, 不住地骂妹妹, 不守妇道, 他说要不是妹妹和货狼私通, 父亲怎么会误杀了货狼呢, 数罗完妹妹, 二儿子又开始数罗起父亲, 说他平时但凡对自己好一点, 自己也不会遭受着牢狱之灾, 刘老汉听了不住地骂二儿子, 让他赶紧闭嘴, 刘老汉说要不是他胡说八道, 他们怎么会进了这县衙大狱, 这时妹妹开口说话了, 他安慰哥哥, 说都是他的过错, 等到事情平息了, 会好好补偿他, 怎知他们一家三口的对话, 都被县令安排得差一厅的一清二楚, 正当三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, 县令带着人突然出现, 三人顿时目瞪口呆, 只好低头认罪, 至此, 这个案件总算是弄清楚了, 原来, 那位货郎是个贩卖针线的小生意人, 后来他和刘老汉家混得很熟, 时常住在刘老汉家里, 这时间一长啊, 货郎便和刘老汉的女儿产生了暧昧之情, 起初刘老汉并不知道, 但是时间一长, 还是被刘老汉给撞见了, 刘老汉一向脾气急躁, 容易激动, 他举起锄头就砸向了货郎的脑袋, 一下就把货郎给打死了, 刘老汉打死了货郎, 心里又害怕又后悔, 当时只有二儿子在家, 于是刘老汉就伙同二儿子将货郎埋到了自己家的竹林子里, 刘老汉家的竹林子在院子后面, 本来没有围墙, 生怕事情败露, 所以后来还特意加了围墙, 如此一来, 刘老汉就有了短处握在二儿子手里, 但是二儿子依旧好吃懒做, 仍然不得父亲喜爱, 后来二儿子又赌博输了钱, 于是偷偷地将竹林里的竹子砍了卖了, 刘老汉得之后大为恼火, 于是又是一顿毒打, 后来二儿子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, 便开始威胁父亲说, 要是再打他, 他就把父亲的丑事抖落出去, 刘老汉一听二儿子威胁自己, 更加气不打一处来, 于是打得更加厉害, 之后便有了刘老汉满村追着二儿子打, 二儿子边跑边喊, 全村人就这样都知道了刘老汉杀死货狼的事, 俗话说, 逃得了初一, 逃不过十五, 刘老汉误杀了货狼, 伙同二儿子埋了尸体, 做得非常隐秘, 村里人都没有发觉, 怎奈最后儿子出卖了老子, 都说棍棒之下出孝子, 没想到刘老汉的棍棒下, 却出了个大义灭亲之徒, 于刘老汉而言, 二儿子真是愚蠢得可以, 不过于公道而言, 二儿子误打误撞, 却让一桩凶杀案大白于天下, 后来县令审查明白, 并没有治刘老汉的罪, 货狼家中有一八十老母, 儿子失踪后无人赡养, 于是县令命令刘老汉 为其养老送终, 以偿他杀人的罪过。